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队内对抗赛 这是今天的对抗赛的第三场比赛 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 都是核心主力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第一场的混双 花雅琼和郑思维战胜了冯彦哲和杜月 第二场比赛 女单 崇玉峰 2比0战胜了张一曼 从前两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 年轻队员并没有对核心主力带来太大的冲击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男双 是由李军慧和刘雨晨对阵韩成凯和周浩东 双方在开场之后对发接发 还是守得非常的紧 出来底线 刚才在女单的比赛当中呢 严严也说到了 今天的比赛的用球感觉还是比较快 李军慧和刘雨晨 目前的世界排名第六位 男双这个单向呢 是其他国家的组合的整体的 两队印尼组合 两队日本组合 还有一队中国台湾组合 李洋和王七零 李军慧和刘雨晨是排在第六位 韩成凯和周浩东都是98年的球员 目前世界排名第17位 两个人的速度非常快 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就是在此之前对阵苏卡木约和吉迪恩的比赛当中 包括在18年的中国公开赛和法国公开赛都战胜了对手 放发球 六 比三 排线转了 排线转了 七 比三 七 比三 在发接发前三拍的控制上 还是李军慧和刘雨晨要更强一些 从开局这段时间来看 漂亮 连续的跳分十比三 比赛的节奏非常快 现在韩成凯和周浩东啊 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比较被动啊 这个球一个变线 但是很可惜出了变线 韩成凯和周浩东都是98年的球员 韩成凯是福建人 周浩东是浙江宁波人 看看在间歇之后两个人是不是能够打出更好的状态啊 尤其是在发接发 是 4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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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11 周浩东接发 李军慧发球 5比11 5比12 8年的零水羽毛球大师赛和19年的苏碑团体赛当中的都是 拿到了冠军 6比12 6比12 追上了几分 韩成凯发球 发球发短了 第6 刚才这段时间连续跳分 追分的节奏不错 但是很可惜发短了 好球 机会 好球 7比13 这个斜线分球的质量非常高 让李军慧大范围的跑动 给了自己中杀的机会 他发球 14 7 李军慧发球 另外 15 7 16 17 刚才的两场比赛 无论是张南还是蔡炎炎也都说过了 因为都是对内赛 双方球员的 数据程度非常高 16 所以一旦是 比赛的节奏被某一方控制住的话 对方很难 在短时间之内扭转回来 韩成凯发球 李军慧接发 还是发接发的前三拍 李军慧和刘宇辰要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比赛打到现在呢 几乎没有什么多拍 对方想偷一个后场 但是这个球质量并不高 这种节奏上的打控啊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的默契程度 还是李军慧和刘宇辰要更好一些 9外 放发球 10 10比19 10比19 韩成凯发球 好球 20比10 第一局比赛 刘宇辰接发球的专注度非常高 漂亮 第一局比赛也没有太多的悬念啊 韩成凯和周晓东 面对李军慧和刘宇辰 从节奏上 变化上 都不是太多 都控制的不是太好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失误 前三拍的发接发 一直也被李军慧和刘宇辰控制着 最近这段时间呢 欧洲的各项赛事呢 也都慢慢的开始了 包括在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全英比赛 但是呢 我们的队员 因为考虑到疫情的原因 还是没有去打这些比赛 那为了让队员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赛的状态 找着比赛的感觉 举办了这样的一场 队内的对抗赛 一方面是找比赛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熟悉新的装备 这也是 在更换了赞助商之后 队员们 打的第一次相对正式的比赛 跳起来 又出了边线 方法球 一 比一 方法球 二 比一 方法球 二 比一 刘宇晨在揭发上 给韩承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好球 这次被韩承凯抓住 三 好球 四 比二 其实韩承凯和钟浩东的速度并不慢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之前的 像 中国公开赛和法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都能战胜 吉迪恩和苏卡莫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的速度并不慢 但是现在在节奏的控制上和球路的变化上 还是欠缺一些 刘宇晨在后场的重杀 这一拍杀下来还是很重的 三 四 比四 方法球 五 比四 前锋后攻,刘宇辰和李军慧的这种衔接和默契程度 还是要更好一些 韩成凯接放,又跳起来,李军慧在后场杀 这个就杀出了底线 在平出档上,在快出快档上 韩成凯和钟晓冬并不吃亏 但是在前三板上确实 好球,这次在发阶发第三板上 处理的是非常好的 有一个变现 方法球 好球,这位球李军慧发的很快 但是对方的揭发的质量也不错 反而让李军慧和刘宇辰在第三拍上没有跟上 高质量的错方法 二、九、五、六 第二局的比赛,韩成凯和钟晓冬明显要比第一局发挥的更好一些 从心态上稳定起来 十比六 第二局的间歇是韩成凯和钟晓冬十一比六 暂时领先 好 一 好 一 看看在经过了间歇的调整之后 汉成凯和周浩东能不能延续开局的状态 突击一板往前的封转 在发起发这个环节上稳定下来之后 汉成凯和周浩东 整体的速度也提升上来了 十三 全的 好球 是 是 第二局的比赛和第一局 差别非常大啊 第一局的比赛呢 李军慧和刘雨晨进入状态非常快 而且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做得非常好 也有相互之间的做球 尤其是在前场高质量的球场网之后 给后场有了更多的进攻突击的机会 但是第二局的比赛 打到目前为止 还是韩成凯和周浩东 发挥的更好一些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啊 如果第二局的比赛韩成凯和周浩东获得比赛胜利的话 那么双方来打第三局 对于 韩成凯和周浩东来说呢 也有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否则的话 如果 这一次的队内对抗赛都是核心主力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而且赢的都比较轻松 那么这种队内练兵啊 积累大赛经验的考虑啊 价值啊就不大 比九 一鹿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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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比9 21比9这样 韩承凯和钟晓东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 这也是这一次的对内对抗赛 前三场比赛当中 第一次打决胜局 这一次的对内对抗赛呢 即是为了检验这封闭集训 这段时间以来 队员们的状态表现 那么同时呢 因为马上就要打全运会 队员们也将会代表各自所在的省 来打全运会的比赛 也算是给全运会能做一个热身 同时呢 因为有了新的赞助商 尤尼克斯 那么这一次呢 队内对抗赛也是让队员们 能够在正式的比赛当中 再来感受和调整新的装备 因为毕竟还是需要有一个磨合期 第三级别赛开始 0比0 同时呢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为了能够有更好的状态 重返国际赛场 为奥运会来做准备 那么今年的这些对抗赛 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对抗赛 都是非常重要的热身准备的机会 看看第三局的比赛啊 李军慧这个点给的非常好 线路摆脱的也非常好 但是很可惜出了边线 9号东发球 李军慧解放 偷了一个后场 想要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偷了李军慧的后场 但是这个球李军慧的准备还是非常充足的 又是发阶发 又是发阶发 双方都是争取能够在前三拍发阶发 做好 不给对方打多拍 不给对方起球的机会 韩成凯 好球 好球 4 3 5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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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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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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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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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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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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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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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5 6 这个发球的变化很突然 还是要自己想一些办法 在发接发上 再扣一个后场 可以承转后场 跳起来 双方都在调整多拍 防得很好啊 虽然这个球在对方 往前压迫很强的情况之下 防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很可惜 到最后的这次挑球 挑起来却出了底线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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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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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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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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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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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10 10 20 10 10 1 这是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这次对内对抗赛呢 双打的比赛 我们还是有幸请到了张男指导 来到了这个镜头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因为还要有训练 是吧 还会有训练 所以还要兼顾着训练 您怎么来评价这两队选手 这两队选手还是整体实力 刘宇诚跟林俊会要更强一些 因为之前的一些对内比赛 像他们跟韩戈高中也打得很激烈 但是最终还是人和略格赢的比较多 对 哎呦 确实吧 这是在今天的这场男双的比赛当中 为数不多的多拍 之前双方更多的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 对对方制造了麻烦 但是这个球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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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男双的比赛当中也打得很激烈 但是这个球很可惜 这场女双的比赛 这场女双的比赛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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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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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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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再来寻找下一排防守的机会 再来先过渡好 刚才滑了一下 这下也是有点危险 还是要把场地上的水 给擦干一下 刚才你也说到了 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韩城凯和周晓东 面对李军辉和刘雨晨 也是输球多一些 赢球的机会少一些 如果现在您来指导他们的话 您觉得他们要打 李军辉和刘雨晨的话 应该在哪些方面 有一些改变或者突破 其实韩城凯和周晓东 其实速度还是比较快 比较快的 对比较快 然后其实整个打法 有点像原来的 李陶龙跟Turton 但是呢 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 有一些这种 无畏的主动失误吧 因为前面其实 前面有两拍球都是自己的无畏收入 然后到处都是丢生 这队组合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他们之前在面对 苏卡莫约和GDN的时候 也能跟得上对方的速度 对 就是这种 有时候就是双打就会 有些选手跟选手当中之间呢 就会 有一种互相 假如说互克的感觉吧 就是双方可能 打法有些速度上差不多 这个相当人会 有时候会对得上 对 就是看怎么样能够在快速的状态之下 能够把自己的失误控制好 对 就可能谁少一些 谁的过程在运动 往前的跟进也非常快 韩成凯烧球 第一局的比赛很快输掉 大比分的输掉 也是因为在发接发 在前三拍上 韩成凯和钟晓东呢 确实做的没有 李军回合力非常好 所以几乎在没有 打回合球的情况之下 没有什么多拍 第一局就输掉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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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的压迫性还是非常好 非常强 您怎么来看这个回合 是因为从发起发这个环节上就没有做好呢 还是因为刘宇辰和李军慧他们之间的配合更默契 这种轮转更做得更好 质量更高 刘宇辰的往前其实前面这个回合抢的比较好 他一直能保持这个进攻 包括和李军慧的这个社长进攻能力 确实他比较突出 好球 对内对抗赛也是希望 年轻球员能够多向这些核心主力来挑战一下 发起这个挑战 所以刚才看到韩承凯和钟晓东得分 场面的观众也都在给他们叫好鼓掌 而且刚才这一派确实打得也是非常精彩 抢得很快 但是很可惜 这个球出了底线 张主长您怎么来看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我们在南双这个单向上的整体的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能够排在前十的就是李军慧和刘宇辰这一队选手 排在第六 其他的像日本组合 家村建设和元田起雾 远航大游和湖边那队组合 包括印尼的伊朗一小两队组合 您怎么来看我们国家在南丹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处境和这种情况 南双呢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目前南双呢 可能最突出的还是印尼的这个 吉迪恩他们 但是到大赛呢 像亨特拉冰阿山确实 认定了 19年那个赛季大会有很多人 我觉得主要集中在说 中国上李军慧和刘宇辰 日本的两队男双 印尼的两队男双 包括和 主要是应该吉迪恩来这几岁吧 其他的男双呢 应该就特别说好处 因为主要还有一些要注意一下这种欧洲的男双 因为欧洲的男双一直以来这种配合啊 包括说他们的力量啊 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有一些偶发因素在里面啊 对 因为欧洲的男双 现在来说没有像包一摩根森 他们原来那么强的男双 对 是 在男双这个单向上 和其他 几个单向比起 我们确实 他说 压力是要大一些啊 对 因为其实一直竞争力最大的就是男双向 因为 确实对手比较多 对对 所以男双的运动员来说 其实压力也会比较大 没事 对